也不只有他一個人講像仁妖 但是想說怎麼他被肉搜也太衰了 對啊 然後就反正就這樣 那今天剛好主角們也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會重現一個仁妖職業 就思佳也會來啊 然後我們剛剛在觀影 在裡面跟觀影觀影就說 還是我們就是一起拍一張照 然後我們一起Add Ale的媽媽 我說真的不要這樣 哎呦 其實就是 他當下啦 他是透過 因為他好像跟我媽比較熟 對啊 所以他有透過我媽 就是說要傳簡訊給我這樣 那因為我也沒有講的原因 我不想要這個又變成另外一篇 然後其實當下 大家在肉搜他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緊張 我現在想說我要翻掉 因為我就不想要鬧上新聞 結果事情苗頭不對的時候是 到有一個人在下面 就tag所有的媒體 然後我講說完蛋 完蛋 完蛋 結果果然就打來問啦 然後但是Ella其實 我傳了一封簡訊給我這樣 那我說根本沒什麼 我也沒那麼在意這件事情 那就是長輩嘛 對啊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去看 或是什麼的 然後我後來回去再看的時候 想說天啊 怎麼已經 這麼多人要收他 然後這麼多人在抨擊他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不用搞成這樣 就是 因為其實蠻多人 就講那一章好像 就是也不只有他一個人講像仁妖 但是想說怎麼他被肉搜也太衰了 對啊 然後就反正就這樣 那今天剛好主角們也來了 所以我們今天會重現一個仁妖之夜 就思佳也會來啊 然後我們剛剛在觀影 在裡面跟觀影觀影說 還是我們就是一起拍一張照 然後我們一起 愛了的媽媽 我說真的不要這樣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等 浮誇女王王思佳 她也沒到 對啊 那你會講嗎 蛤 不會 因為人又很漂亮欸 對啊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去care或是 應該是說 我也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藝人 因為我PO上東西之後 我就很少在看底下 大家在留什麼 對啊 所以我也真的沒那麼在意 對啊 今天一定要交給網友評斷 一定要選出一位最像的 哈哈哈哈 當然是我啊 底下有人投我欸 然後你們都沒有看到 你們都不爬文的 你們這些 你們都照抄文章 不行啊 沒有沒有 因為我認真講一下 就是那張圖片 其實我們四個拍完 我們四個都有嚇到 因為那是一個男生幫我們拍的 就是觀姐的助理 那你知道男生拍照取的角度 都會比較迷之角度 所以我們沒有拉腿長喔 可是拍起來就是很奇怪的比例 我們有那麼笨把自己拉成那樣嗎 沒有嘛 對 所以我們就覺得啊這比例很好看 我們就把那張就是傳上去了這樣 而且我們四個人是在不同天傳的 配真第一啊 才是我 關姐小貞壓軸 誰叫她發那麼慢 她應該找同天吧 就沒事就沒事 啊因為你知道我們女藝人就喜歡看一些美肌啊 調一些東西 一定要的吧 對的就是底下 對對 而且底下還有網友說 欸左二是誰 我 我 你看我 你看我化妝多會化 我今天看得出來是我吧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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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我跟他們三個吃飯我滿有壓力的 所以我跟我化妝說 你幫我化用力一點 有點太用力了 對 所以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經典POSE重現 麻煩你們幫我把那張 好好的拍一下這樣 對對 但是小貞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 對 因為我們當然有關心她 對 她就一直叫我們不要再問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浩誠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國藝 哈囉大家好我是國書瑤 哈囉大家好我是依潔 我一直覺得 術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啦 快了 ∑ 完全 演唱 不是 我 不是 離譜 inse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